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強折裝甲海浦聯動 君臨沒域的舊主 台版章魚在2月27號正式上架 如果你想代抽的話請到Facebook 夢幻無二戰研究所思想大叔 本次強折裝甲聯動 跟上次的獸斗魔道士 魔劍美神聯動不一樣 上次聯動有著非常明顯的大掌和安慰獎之分 大掌說莉娜、安慰掌說傑羅剛帝士 而今次的海浦聯動 兩位英雄都可以覺得是各有特色 一位是集合長腿、長手、仙制攻擊 續航於一身的暴力輸出型英雄 而另一位可以技能無間斷連放 並且持有超強突進和後撤能力的英雄 如果你並沒有對強折裝甲海浦聯動好反感 兩位英雄設計上是有特色 並且強度多數是一個不錯的聯動英雄 都是值得將他們帶回家 畢竟都是過年後的第一個抽辭 就當送一份春節小禮物給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純PVE玩家的話 大叔就會比較推薦心丁禎 講起春節大叔就和往年一樣 回香港探望春有十天 所以先在這裡和大家拜一個早年 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再請大家給大叔一分鐘去刷個小廣告 大熱戰棋手遊《靈蘭之劍》 即將迎來春節大改版 活動滿滿、獎勵豐富 主題活動是 命運的螺旋全新篇章 天平上的靈蘭 伴隨著命運的螺旋大版浪容更新 全新勢力拉拉慢的故事開啓 活動期間 玩家可以透過在全新故事中 經歷多元的戰鬥和委託 引到故事走向不同的結局 完成各種指定的任務 從而獲得各類稀有的獎勵 天平上的靈蘭的推進活動 命運的螺旋推進活動 獲取特定信標之後 可以進入新篇章天平上的靈蘭 完成指定任務可以獲取大量虛寶 限時活動春願保衛戰 活動期間 玩家會代表主角團 與來訪的怪獸在煙火爆竹中 展開一系列有趣的戰鬥 在挑戰的過程中 會觸發煙火的爆炸動 放煙火的塔和牌等節日特色趣味道具 完成戰鬥 累計點數 可以換取各物豐富獎勵 最後春節福利大放鬆 在春節期間連續七日燈日 就可以簽到領取十抽 第二樣是春節幾段包 初一個一日 希望精神500個 隨機的傳說裝備一個 存在之力的結晶兩個 還有這個春節限定禮包碼 CNY2024 我們回到正題 繼續討論強制裝甲海鋪聯動 再次感謝各位的支持 心丁精這位英雄 就需要時間去引育成為這個完全體 不過他的過程中 就會講求了少少運氣 因為天賦裏面 有多達五種強制進化 都是隨機獲得的 並且要完成指定條件 才可以進化 並永久保留強化能力 就不像龍媽 依索易德這樣 可以自行選擇這個強化順序 而且 龍媽不需要任何條件 龍媽因為只需要三次 心丁精就要五次 不過 話雖而遲 也不見得心丁精 一定要全部拿了五種強制進化 當心丁精持有三個 或者以上的強制進化時 就已經觸發了三絲裡面 減技能的冷卻被動 並沒有一定要全部五種才達成 因為其實你實戰的時候 不是一定可以達到五種 都可以永久強化的條件 當你五種條件都達成的話 心丁精就是這樣的一個怪物 他移動你六格 戰後回血40% 無視敵軍30%的防禦 部隊射程加兩格 最遠可以打到四格 先制攻擊 無論主動攻擊 或者反擊都會先制攻擊 而且他被動技能裡面 更加包括了無限復活 復活有四個回合的觸發冷卻 亦都有每次戰鬥 都會被動觸發的20%生命盾 更加有被動每個回合 為所有技能減一個回合的冷卻 所以雖然心丁精我們看得到是比較慢熱 而且強化順序是隨機的 但當這個怪物你被他成長了 你就可以放心緊待勝利的來臨了 接下來要介紹另一位聯動英雄 就是阿卡菲爾 阿卡菲爾 阿卡菲爾擁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機制 就是用他自身的能量 去取代一般英雄技能的回合冷卻 即是只要你的阿卡菲爾有足夠的能量 就可以無視這個技能冷卻 連續發動技能 亦都是其中一個技能降臨的恐怖之處 你是可以連續突進並且再動 直到你沒有能量為止都還可以 而且當阿卡菲爾身上的能量越多的時候 他的造成傷害會越高 最多提升40% 技能無間斷練法 打人又痛 突進打完人之後 又可以馬上撤回五格有軍的旁邊 整體來說是否可以講得上完美呢 當然並不完全是 因為這遊戲一定是這樣的 你有這樣的強度給你 自然就要等價交換 就好像心晶晶都要條件強快一樣 阿卡菲爾的關鍵條件 當然是一直在提及的能量 要獲得能量的話 除了開場必然入手會15層比例之外 只能透過沉綿的狀態才可以入手 一個回合不能攻擊和移動 醒了之後就會入手15層的能量 這個情況大叔覺得挺適合PVP環境 先來分一兩次儲能量 儲了能量就連續突進 開範圍炮後遲 而PVE的話 我想除了可能主線 或者時空裂縫等需要慢慢推進的關卡之外 其他好像挑戰關等 每個回合都是分秒必真的關卡 比較難夠用上阿卡菲爾 去儲能量的機制 在這裡都想補充多一點關於沉綿 當阿卡菲爾醒來的時候 是必然會以滿血情況下醒來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重置血量的機制 所以並不會受到對方的禁療 或者反轉治療等藥化影響 就算你不是想要透過沉綿來儲能量都好 但當你可能阿卡菲爾血量不足的時候 來睡一會都不錯的 阿卡菲爾跟心丁晶都有著同樣兩個賣點 就可以服務和戰前減傷 令到輸出力又可以保證到的同時 亦都確保了阿卡菲爾的生存力 最後我們了解了英雄特點之後 關於是否抽這個詞 我們同時間都會考慮 第一點就是下一期就到冰龍女王出場 即是LLR版本的衣梅爾爾達 再下一期未公佈的新英雄 則不時仍未有新資訊 還有聯動第三點就是聯動英雄不會復刻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上次復刻已經是2021年12月的羅德島戰機 最後一點就是聯動英雄機半解鎖的機器非常友善 全部都是可以幫自己去解鎖機半 大叔自己沒有看過這部經典的漫畫 老實說我都覺得人物設計就不帥仔不贏 所以只會少了一到兩次SSR的機會 兩位當中要比較的話 我會比較想入手這個心丁晶 不知道你又想入手哪一位呢 歡迎留言討論 好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留言按讚訂閱 訂閱之後記得打開旁邊有個小鈴鐺 按鈴鐺有新影片的時候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同時承邀你加入大叔頻道的會員 訂閱旁邊有個加入鍵 獲取專用的icon 表情包 以及投票選出你想介紹的英雄 在這裡先預祝大家守風順利 一發入魂 如果你想代抽的話就請到Facebook 夢幻無遺戰研究所思信大叔 最後就和大家多拜一次早年了 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在這裡也都感謝各位在去年的支持和照顧 來年請大家繼續指教 祝大家武運春龍 SSRLRL 盆滿埔滿 拜拜